昨天跟我們說過去這個林南常常在一些運營的社群媒體發一些文章 那確實是不是對你講是一個團體反應 我先講一下這個脈絡 因為這個小馬馬文玉他在接受媒體的回應的時候有講到說 這個林南曾經用他有網軍這件事情威脅高嘉瑜委員 而且在高嘉瑜的面前操作給他看 那今天高嘉瑜委員在接受媒體的訪問的時候也有談到這些事情 所以呢我就回頭就去查了一下他過去的記錄 就發現說他在很多的這種綠營側翼的論壇上面 都是所謂的專門作家 比如說有一個很小的可能大家聽都沒聽過的叫做爆台 他在裡面也寫了非常多篇的文章 那包括他就說為什麼我們不要投給民眾黨 然後去分析所謂的政治的局勢 然後批評國民黨 然後再來就是他在所謂的思想坦克 這個思想坦克之前就被披露過 是這個台灣智庫 那他的前董事長是林佳龍 那現在呢有另外一位董事長應該是 就是反正呢他們的董事長也是綠營的人士 那去創辦的思想坦克 那這個兩個呢都是有搞仇的 他這個瑞芳令他以這個名義在上面 也是寫很多文章包括什麼呢 這個吳敦義當時講衰偉 他在掌握這件事情是不尊重女性 是傷害女性 柯文哲歧視女性 然後或者是說中天應該要NCC趕快把它關掉 等等像帶風向的輿論 這個是屬於公開的部分 但另一塊更讓大家值得去深究去追查的是 就是私下沒有公開姓名的部分 就是他們講到的 這個高委員他今天有講到說他在網路上帶風向 他說最近在網路上帶風向 那是誰在網路上帶風向呢 我們在PTT上面看 昨天到今天總共有兩篇的報掛文章 是有一個PTT帳號叫做 Crazy Winnie 瘋狂為你的帳號去報掛的 他先是報掛了說呢 馬文玉曾經在林南母親的喪事的時候 去現場鬧場 但如果你仔細看那篇文章 他裡面還提到什麼呢 提到說這個帳號有掌握其他相關的資料 那這是不是就是在事情被爆出來之後 透過網路上面的某種程度的威脅 告訴他說 我有掌握更多的資料 你們講話要好好講呢 那昨天晚上的時候 這個Crazy Winnie 他又發了一篇新的報掛的文章 馬上隨即刪掉 但是被網友備份 是林南跟高嘉義委員對話的訊息 那等於說這個Crazy Winnie 他是掌握了 林南跟這個高嘉義委員對話的 這種私密的紀錄 那我回去又查了一下 Crazy Winnie這個帳號 在選舉期間都在做什麼 那會發現說 他其實特定的在網路上帶風向 包括呢可能會攻擊的對象 包含盧秀燕 包含侯詠儀 那其實也包含民進黨的部分 派系為人士 又以黃偉哲為最大總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 曾經被PTT網友起底過的 可能疑似網軍的帳號 現在跟林南做成連結之後 他到底背後還有多少的網軍 他的資金來源又是什麼 林南他是一個34歲的博士生 他的家人自乎媒體報導也申請了這個保陸令 那他在沒有工作的情況之下 一個月要負擔五萬塊的旅館的房租 還要揚網軍 請問他的錢從哪裡來 我認為這些都很必須要去深入追查 否則的話 所謂的塔綠班1450 竟然拿這樣子的資源 來威脅自己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作為這種親密關係之間的暴力 那不是一件非常誇張的事情嗎 梅宇 這個好東西講一下 他在那個 你比較同的同樣的政大 同學系 會不會建議學校 來增加他一個 合作公開開除 我是相當建議說 校方要對這樣子的一個人做出處置 那他其實私下的風評 其實也並不是說很好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 這個學弟 然後這種學長 在同一個校系裡面 那就有人講到就是說 他這個上課都是用這種 發解老師的方式 然後可能還會去送老師禮物 等等之類的 所以看起來同學對他 也並不是非常的肯定 平常持就學的這個表現 那更重要的是說 現在發生了這麼嚴重的這種暴力的情況 那校方如果能夠依照規定 可以競速的處理的話 我覺得第一個是讓學校裡面的學生 比較能夠安心 第二個呢 也是可以維護我們政大的效益 那這件事情 在我們自己校友會的群組裡面 也有很多人討論 那非常多的我們的學長姐 我們的前輩都覺得很生氣 就是怎麼會 在我們的學校 在我們的系所裡面 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同學 我問一下 你真的有說 同學有說他是用 就是都不報告的方式 然後等於說會幕的方式 到沒有寫到賄賂老師啦 但是他們就是有談到就是說 他曾經有這個 要嘗試送禮給老師 這樣子的行為 那又或者是說他在 輪到他報告的時候 他沒有出現在現場 那似乎他是說 他去法院處理什麼什麼事情 那到底是真的假的 也沒有人知道 總之呢 就是有一些跟他一起上課的同學 對他的這種就學的風格 也是很有意見的 那再來其實更重要的一點 是就是說 發生這樣的暴力事件 對於我們的校域 對於我們包括很多的學長姐 他們對於這個學校的情況 這個擔心 我覺得如果學校有任何的法規 可以去做出處置的話 都應該能夠建議盡速去處理 那學校 學校有討論過說 就是有學長姐講過說 他有沒有假冒一些身份 在學校有點遭遙 狀況 這方面沒有聽說 似乎學長姐也是不太認識這個人 但是我必須說 因為他活動的這個圈子 比較特殊 就是說 他似乎是在民進黨的部分的派系的圈子裡面 是比較活躍的 那我想我們系上的老師 同學或是學長姐 並不一定是在這個圈子裡面 所以像以我自己是作為國民黨的 我就基本上在任何的場合 都沒有機會遇見林先生 這樣子的人物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所捐的政治獻金 包括對我們台北市議會的議員 其實你很明顯都可以看出 他們是有捐款 除了高委員之外 是有捐款給特定派系的政治人物的 因為你看那個 他自己發文 確實像塔綠班一模一樣的作品 我覺得當然就是嘛 我們對塔綠班的標準就是什麼呢 就是用匿名的方式 在網路上面帶風向 甚至爆掛去打擊議題 那我們現在雖然沒有辦法確定 這個Crazy Winnie的PTT帳號 是不是就是林本人 那當然馬文玉先生 他是質疑說可能就是他本人嘛 那就算是他的好朋友 那等於說他們這一樣的一個關係 在網路上先前就做過非常多次的爆掛 針對政治人物進行匿名的攻擊 那甚至帶風向上的行為 也不只有對藍營喔 對黃偉哲的這個各式各樣的攻擊也是非常多 那這種就是我們俗稱的這種網軍 那就是所謂的塔綠班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行為是非常不好的 因為你要了解到說不是一個人 單方面就有這樣的能力 他一定是有資金 你一定有資金 你才會去養帳號才會去養網軍 甚至我個人都有一點懷疑說 他長期住在旅館裡面跟這些事情有沒有關聯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你做網路 如果你要在PTT上爆發 最重要是你的IP 你的行蹤不要被人家trace到 那你在一種居無定佐的情況之下 對你在經營這些操作 會不會是有幫助的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質疑 那林南他可能自己要做出一些解釋 但是不管怎麼說 以Crazy Winnie這個帳號來說 就是我們在網路上網友俗稱的網軍 那背後的資金來源到底是誰 為什麼有這麼龐大的能量 可以長時間的在網路上帶風向 那他明明是一個看起來沒有收入 沒有工作的一個學生 可以住在飯店裡面長時間付5萬塊 這是一般上班族的年輕人可能都做不到的 那到底背後的資金來源是哪裡 我覺得值得深入的去調整